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将继续的去学习模板里面的过滤器的一个使用 那过滤器的话呢 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常用的知识点 那我们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有说到过滤器是用一个竖线啊 就类似于UNIX UNIX里面的这个管道符号去使用的 那其实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在上次课的时候其实也有给大家说到一个Filt的标签 那这个Filt的标签它其实也可以使用过滤器 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Filt 那关于这个Filt标签的一个使用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在进行这个Filt的时候 那去调用这个转为小写字符的这个过滤器 就可以把这一串字符全部转换成一个小写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那把这个案例复制出来 然后呢放到模板里面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好 看看 好直接刷新页面 那么可以看到那这一串字符全部被转换成了小写对 全部转换成小写 好如果是你要把它 好你要把它 转成一个大写的话呢 好也有相应的可以去转大写的这个过滤器 好 大写的话应该是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转换成大写的这个过滤器 然后去做一个处理 好对吧 好但这种使用过滤器的方式呢 并不常见 并不常见 那更多的使用过滤器的方式 我们还是要通过 就是变量的这种方式去使用 这种情形会多一些 比如说 那像这样的一段话 对吧 像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是我在这边呢 有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呢 假设我给它取名 那像Y61 那这个变量的话 我们它的值就是这一个值 这个值 然后我们在这边去进行调用的时候 进行调用的时候 好 换一下行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去调用它 我们调用变量 是不是两个 用一个大双括号去调用 好然后呢 再调用过滤器 在前面呢 写上相应的 过滤器名 对吧 一个竖线 后面写上过滤器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同样可以去 转换对 这个大写 好 这种 通过变量去调用过滤器的方式呢 我们使用的场景会更多一些 好 那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的话呢 有了一些常用的 有了一些常用的 我同样在这个地方有给大家去做一些总结 做一些总结 把常用的给大家 理一理 对不对 好 比如说add 给变量加上相应的值 对吧 给变量加上相应的值 好 我们要看它怎么去使用 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到这个 官方的文档里面去搜索 那比如说我要去看这个add 好 这个add的过滤器 好 这个add 这样搜索的话呢 可能不是非常容易收到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好 这个过滤器的位置之后 可以看到它的代码 那比如说我要给一个变量去 做一个加法 给它增加2 那我就可以去 对吧 这样来操作 这样来操作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VU里面 假设有一个变量 那叫value2 那它的值本来是10 好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alue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alue 然后去调用add的这个 过滤器 好 然后呢 再去给它加上相应的值 那这个呢 就是过滤器的一个参数 冒号后面就是过滤器的参数 好 可以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值是2 为什么是2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的 变量是value2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变量名 还得改一下 这样看一下 对不对 那它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值给计算出来 然后加上2 然后8 加上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返回 显示到模板上面 好 那有一些使用的细节 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管道 附近给它增加一个空格 看行不行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好 那冒号后面 我能不能增加空格呢 冒号后面 好 也没有问题 那这里呢 好 好 那这时候就报错了 对不对 这时候就报错了 所以这个空格 有的同学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习惯去加一些空格 但这空格呢 不要乱加 对不对 不要乱加 你熟悉的情况之下 再去加 那比如说 在这个 过滤器后面 直接加空格 再写毛号就不行 之前我就又遇到同学呢 犯这样的错误 OK 好 这是这个过滤器 然后其他的过滤器 那像这些过滤器 大家自己 自己去看 自己去搜索 很好理解 那比如说这个 那它就是给变量当中的引号前面去加一个斜线 那比如说你的变量里面 可能会出现这个 对吧 那 它加一个斜线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在这个引号前面加上这样一个斜线 加上这样一个斜线 好 那这个加斜线的一个 为什么要加一个斜线 有的场景里面可能会用得到 因为我们的这个引号和双引号 这个地方的引号 包括了单引号和双引号 我们的引号 单引号和双引号 出问题 所以你可能会加上这个去做一些处理 好 这个是手这么大写 手这么大写 好 然后这个cut呢 是从支付串当中去移除指定的支付 移除指定的支付 好 比如说这个cut 你要把一个支付串当中的 你要把一个支付串当中的 这个空格给移除掉 那比如说要把这个空格给它移除掉 对吧 你可以呢 这样去写 好 比如说它原有的这个支付串 是这样子的 那要通过这个cut的过滤去 去做处理之后 把空格给移除掉之后 那你会发现所有的支付呢 全部粘在一起了 对吧 那它有这样一个 但你如 好 这个地方是去移除空格 你也可以去移除一个其他的单词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支付 这个地方都可以 非常的灵活 好 然后data 好 格式化 格式化日期的这样的一个支付串 好 这个就用得非常多 好 data的话就用得非常多 好 同样也是去看这个官方的文档 好 我们在官方文档里面的话 它介绍更为详细一些 好 我们要去格式化一个日期 好 格式化一个日期 那它给你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显示的方式 好 显示的方式 那这些显示的方式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得到 好 我们可以去看得到 好 但是它去格式化这个日期 好 格式化这个日期 那比如说这样一个例子 我把它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呢 我放到这里面 好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假设是Y63 好 Y63 那这个Y63 它的一个值 是多少呢 假设是2012 那可以这样子去格式化日期吗 好 我们的日期 是不是能用字符串去代替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试 好 我们去刷新一下 好 去刷新一下 好 Y63 好像并没有结果出来 对不对 并没有结果出来 好 这地方 这地方呢 应该是不行的 很明显不行 所以它这个地方去格式化日期的话 应该是要一个日期对象 它才能够去做一个格式化 那要去获取一个日期的对象 好 获取一个日期的对象 好 也有方法 好 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通过DataTime 对吧 去获取到当前的一个系统时间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去import这个DataTime 那我们就可以去获取到它当前的一个系统时间 DataTime.n DataTime.n 对吧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当前系统时间的一个日期对象 好 然后呢 好 然后再把这个对象 通过这个日期去做一个格式化 好 做一个格式化 所以这地方 那官方的这个例子 它就返回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好是代表什么意思对吧 我们今天是2016年5月30号 所以这后面很明显是日期对吧 2016年5月30号 那这个呢应该是星期一的意思对吧 星期一的意思 那在格式化日期的时候啊 我们在使用这个Data去格式化日期的时候 那这个大写的这个D对吧 就是代表的是星期几 那这个官方文档里面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你们可以对照去看一看 那比如是这个地方对吧 代表的星期几 然后取前面三个字符对吧 小写的D 就是代表这个今天是几号对吧 今天是几号 好 然后M M 是小写的M 是大写的M 对吧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是用的大写的M 大写的M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 大写的M的话呢 是代表用英文的这个月份 然后呢 显示前面三个字符 好 后面的这个Y 好 也是大写的Y 大写的Y 那大写的Y的话是在哪里 然后应该在后面 代表的是年份 对吧 年份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格式化日期 那比如说我要把格式化一个 我们看得懂的时间 对吧 看得懂的时间 比如说多少年 多少年 多少号 对不对 多少年 多少月 那这个月的话呢 我们用小写的M 好 为什么是小写的M 小写的M 我们看一看 可以对照去看 小写的M的话 对不对 0到12月 0到12月 好 然后多少天 那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个D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格式化 刷新一下 看一下 对不对 那他就能够把这个日期格式化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是这个 更多具体的呢 大家去看 自己去尝试 自己去尝试 好 然后还有一些标签 还有一些标签 那比如说deft deft的话呢 是一个默认值的标签 就是如果啊 如果你传递的这个变量 它的值是force的话呢 他他就会替换成所设置的默认值 否则的话呢 就用本来的这个值 那本来的这个值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比如说我这地方这个标签 这地方要注意 他并不是说一定要是force啊 就是force的那个单词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空对象 因为空对象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path里面 他的意思其实也是一个force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value4啊 他的确损值呢 是显示一个lotion啊 lotion 那如果我的这个value4 他本来的值是 假设123456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他就会显示他原来的这个值 123456对不对 那如果是一个空的支付串 空的支付串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 我们用eV去判断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代表force的意思 对吧 代表force的意思 所以你就会看到 他这个地方不会显示空支付串 只会显示什么呢 这个lotion啊 就是显示这个缺省值啊 缺省值 好 同样代表force的啊 还有这个force本身 对吧 那如果是force的这个值 他肯定也会显示这个 还有像什么呢 还有哪些可以代表force 啊 空列表 对吧 空置点 好 这些都是能够去代表force的 能够去代表force的 对不对 所以他都能够去显示成这个缺省值 显示成缺省值 ok 那除了这个啊 除了这个的话 和他有一个对应的固定器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专门去判断是否为lun的 好 说到这个lun的话 这个lun的话 它其实也是force 对不对 lun的话 它的这个值 如果是用eV去判断的话 其实也是force 所以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个value4等于lun 它其实 其实也是一个 确省值显示出来 有一个这个deft islun 那这个deft islun的话呢 就是如果值是lun的时候 它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确省值的显示啊 不是lun的话呢 就显示它原有的值 显示它原有的值 就是这个deft 给它改一改 好 我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的话 我的value是现在是为lun的 对吧 我的value的值现在是为lun的 好 所以 现在我去刷新它 它肯定会显示这个确省值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我现在换成空列表 我换成空列表的话呢 这个地方还能会 还会显示呢 不会了 对不对 它就显示空列表出来了 看到没有 好 所以这些标签哈 怎么去使用哈 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好 这地方就不一的去介绍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呢 看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个内容啊 我把红色的主要给大家去重点 介绍一下就可以 其他的大家 根据自己的一个理解啊 去参照的 参照我们的这个文档 和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些东西去看就可以了 好 那像这个escape 那escape的话 就是对字符串进行一个转印 进行一个转印 好 进行转印 这个转印的一个作用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value value 那比如说这个value5 它是显示一段html的标签 比如说是hief 好 就是一个百度的连接 假设是 好 然后我把这个value呢 显示到这上面来 好 把这个显示到上面来 那显示上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呢 好 好 我们这个地方 好 我们这地方的这个 百度的这个标签就被显示出来了 对吧 这段代码就被显示出来了 为什么会把这段代码显示出来 它没有显示成一个连接呢 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jango 它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自动转印 自动转印 你会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一串html的代码 它转化成了相应的这个 像这个小鱼的符号 就转成了这个lt 对吧 那这个呢 转化成gt 这个actgt 然后分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去显示的 它会做一个自动转印 这种自动转印的话呢 它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 安全的考虑 在我们上节课的时候 其实有用到一个 有设计到一个标签 有设计到一个标签 这个是自动转印的设置 比如说 我可以用这个标签 把这个自动转印给它关掉 给它关掉 我们看一下给它关掉之后 关掉之后 那它会显示什么样的结果了 对吧 关掉之后你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就不会 会把那个原有的代码显示出来 而且显示一个百度的连接 对吧 这连接是可以点的 可以点的 可以点的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等号 如果是这个代码是写对了的话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会变成一个手型 对吧 然后就可以点 对可以点击 好 我们现在看它的生成的代码 它就会把这个代码 原封不动的显示出来 对 原封不动的显示出来 好 这个escape的自动转印 好 这个 这个 Auto Auto的这个escape的话 它是自动转移的一个标签 如果是我们设置了自动转移 给它关掉了的话 然后对里面的部分的字符 又需要去进行转移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过滤器就可以 加上这个过滤器的话 那怎么就加了 我们在后面加上这个过滤器 加这个过滤器 那你会看到它又重新的被转 转移了 对不对 重新的被转移 显示成这样一种 好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好 这是这个escape 和这个escape 处理相反的 相反的一个 相反的一个 就是这个save 这个escape的话呢 是设置自动转移 对不对 就是把它的自动转移打开 然后escape 这个save的话呢 是把自动转移给它关掉 给它关掉 比如说 这个value 如果是我在这个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试过了 对不对 它会显示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像这样一个形式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save去告诉我们的模板引擎 那我的这个变量其实是安全的 你不要给我去做转移 对吧 好 那它就会显示成一个连接 看到没有 显示成一个连接 OK 好 可以加上这个 对吧 它就不会去对你的这个内容去做一个转移 做一个转移 好 这里面还有像 比如说像格式化文件大小的一个显示 格式化文件大小的一个显示 这个在很多时候可能也会比较有用 也会比较有用 好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一个Value6等于123456 好 那它就会把刚才的这个变量 好 我们的这个Value6 去做一个文件的格式化 文件大小的格式化 我们刚才123456的话 那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大小就是120kb的样子 120.6kb 然后它会转成这种 好 在这个顾虑器 还有其他的像first 好 first的话呢 是返回列表当中的第一个字 那你如果是有列表的话 好 列表的话 我们刚才Value4不是有一个列表 对不对 比如说123 好 这样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通过这个顾虑器去对Value4做一个处理 好 就把列表当中的第一个值返回来 我们第一个值应该是1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这地方取出来的值呢 就是1 对吧 就是1 好 同样与之对应的 还有last去列表 列表当中最后一个 对吧 好 还有像格式化 辅典数 对吧 你的这个辅典 小数要显示几位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过例去去做处理 还有像links 我们要去求支付串 或者是列表的长度 可以调用这个links 去求的它的长度 那比如说像 这个Value4 我要知道它的一个长度的话 我去调用这个links 我们刚才列表应该是3的长度 对吧 所以它得到的这个数字呢 就是3 对吧 就是3 好 还有links 比较支付串的长度 比较支付串的长度 但这个要用的少一点 还有像这个urlencording 那它是对url 进行一个编码的处理 这种处理的话呢 很多时候也是为了一个 为了一个这个安全 传递信息的时候的一个安全 好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urlencording 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值 对吧 比如它这样的一个值 好 Value7等于 我可以通过这个urlencording 去对它做一个编码 那这个url它会显示成 编码之后的一个结果 对吧 编码之后的一个结果 好 这种编码 这种编码的话呢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经常在 使用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我们 在这个地方 去比如说搜索百度的时候 那它会对我们的一些关键 制服 比如说像空格 问号 它会做一个转码 这种转码的话 它也是为了一个安全 为了一个安全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过滤器 去做一个转换 好 这个大写和小写的 我们之前有看到过 Self 我们刚才也有看到过 还有一些 比如说切片的操作 切片的操作 那这个切片的操作 和我们的 Pys里面的这个 切片 就是比如说列表的切片 这些 其实操作是一样的 就你可以在 我们的这个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模板里面 好 也去使用 切片 也去使用切片 好 比如说我的这个 值是 ABC 对吧 我的这个列表的值是ABC 那我去切片 好 我去切片 切片的话 那经过处理之后呢 返回切片之后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返回之后 这个具体的切片的操作 你们可以去参照 就是Python的那个切片 它是一样的 一样的切片的方式 好 就是这个 然后Time 去格式化时间 格式化时间 还有一个这个TimeTest 这个格式化时间呢 更有趣一点 就是它去 好 格式化时间和你的 就是格式化的这个时间呢 和你当前的这个时间 做一个比较 好 然后返回一个 比如说距离现在的时间 对吧 相差多少时间的这样一个结果回来 好 具体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还有几个比较常用的过滤器 就是我们经常可能在截取字符串的时候 会用到的 好 截取字符串的时候 用到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按字符去截取 按字符去截取 好 好 那比如说它的这个Value 假设是这个 对吧 好 直接就复制过来 我们来试一下 那比如说这个Value是这个 好 这是Value几了 好 Value8 好 Value8 好 我们用它去截取一下字符串 截取九个字符的长度 九个字符的长度 我们看一下结果 一看结果 大家就明白了 经常在做一些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它显示不完的时候呢 它就会用一个省略号 对吧 然后这样一种形式去表现 那我这地方是截取了九个字符的长度 数一下 一二三四 空格算一个 五六 然后三个点 对吧 正好就是九个 对吧 当然这个不仅能对英文去截取 那你们也可以去截取中文 你们可以随便写一个中文 那比如说我是帅哥 你信不信 好 那这个那你同样可以去截取 截取 好 但这个地方没有截取 是因为这个地方总共才八个字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应该要把它的这个改小一点 比如说 改成一个五 集中五个长度 那重新刷一下 那你会看到了 正好是五个字 对吧 五个字 我是一个 四是一个 然后三个点 是一个 那他就给你截取出来了 好 同样 和他有对应的一个兄弟 好 兄弟方法 那他这个是按照单词去截取 其实换一句话说 他是按照空格去截取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按照单词去截取 那这样去截取的话 对吧 他没有截取出来 没有截取出来 但如果我是在这个代码里面把变量中间都给他每个字中间给他加一个空格 那他就会识别出来 你你的一个单词是以空格格开的 然后他会按空格去截取 对吧 好 空格去截取 那这个时候截取出来的呢 好 五个字 但是呢 这三个引号呢 多了三个引号 对吧 嗯 好 所以这种截取的方式 截取单词的截取方式 他没有把这个三个 这个点算在内 前面这个呢 是算在内的 对不对 好 这个的话你们都可以自己试 好 英文单词也是样 好 是按空格去的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 然后还有像过滤掉HTML标签 这个其实在很多时候也用的非常多 就是他可以把HTML的标签给过滤掉 给过滤掉 这个我们也是在去读取 或者做一些安全处理的时候呢 会用到上塔 好 比如说还是这个Value对吧 他里面有HTML的标签 这个超连接的标签 我们去调用Value 好 我们去调用这个Value 然后去给他这个过滤器 给他这个过滤器 然后呢 刷信一下 好 只有一个百度的这两个字出来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原代码里面有没有HTML的 已经没有HTML的标签了 看到没有 那本来Value的话呢 他里面是含了一个超连接的标签 但是我经过这个标签去过滤之后啊 他就不再有HTML的标签了 OK 好 这是这个过滤器啊 加上这个过滤器之后呢 他就过滤掉了啊 好 这些常用的过滤器啊 我这地方给大家大部分的做了一个介绍 但是呢 还有一些呢 需要你们自己花时间去了解和掌握 好 同样在这个帮助文档里面 还有很多哈 是需要你们去看一看的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赖下心来去看一看 然后官方的文档 那其实人家的官方文档的话 写的是非常详细的 OK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资料哈 官方文档是一个最好的学习资料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标签和过滤器啊 标签和过滤器 那在下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再给大家去补充几个标签和过滤器 是有关于包含和继承的一些标签 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知识点 比如说我们要去自定义一个标签 或者是自定义一个过滤器啊 或者是我们要去引用啊 这个金架 这个模板系统 那这些的知识点的话 我们将在进阶的课程里面去给大家做到介绍 好了 今天的课呢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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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